今天我到的是河北的大城 一说大城您可能就熟悉了 这是一个北方最大的一个鸿木集市 明天我就去淘宝 趁着淘宝之前呀 我跟您说说大城 说大城啊 其实古时候不这么叫 古时候叫和尖 你说和尖就来劲了 为什么呀 因为历史上和尖可是个名地啊 你比如说和尖府历来出太监 明朝的太监魏忠贤 哪的和尖 清朝的太监李连英 哪的和尖 那和尖出的太监太多了 为什么和尖这块出太监呀 是因为啊 跟地名有关 您听这名字呀 和尖和尖 什么意思啊 它是九条和之间 你比如我们大城这就有一条和 叫紫牙和 九条和之间呢 年年河水泛滥 这块啊 十中九不收 庄稼 那甭指望丰收了 过去啊 流传着一个这个这个口头语 叫什么 叫做汗了收蚂蚱 唠了收蛤蟆 不唠不汗 净收捡疙 你听这名字就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 那时候种地你甭指望又收成了 怎么办 把孩子送宫里头 怎么当太监去吧 不然的话谁舍得送呢 你听古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 其实一直穷 后来啊 这个溥仪被逐出宫的时候 很多太监就回家务农了 可是务农种不出地了 到了民国这块还穷 我们看过一个电视剧啊 不是电视剧 电影叫平原游击队 里头一个游击队员老侯 带着这个一个游击队员去端鬼子炮楼 跟鬼子说 伪军排长 他跟伪军排长说 这可是咱清县有名的厨师 在城里挣了大钱回家娶媳妇的 您想起那镜头了吧 清县和大城是挨着的隔一条街 就说明当时那个时候啊 河间这一片还穷呢 也是要靠出门打工 靠手艺挣钱 解放后啊 那么赶上自然灾害 那更别提了 那厨子都当不了了 连饭都吃不上了 哪来的厨子呀 于是当时啊 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他们啊 扛着这个锯 扛着斧子到北京啊 去打工去 到北京打工的时候呢 你一问你们哪的呀 他都说 俺们天津的 天津 这话说的虽然味不对 但是当时确实这块 归天津馆 毛主席说过 一定要根治海河 把这个九河下哨天津位的 这九条河之间的这一片地 通通由天津带管 那个时候啊 他们依然穷 所以扛着斧子扛着锯 到北京去卖弄 他们的木工手艺 穷啊 是这一直存在的现象 穷则思变 就使得他们在给你打家具的时候 把你家里的旧家具 也收回来了 一来二去 他们呀 从修旧家具 卖旧家具 到造新家具 于是打造出了一个 这个大城的鸿木家具 这么一个北方集三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